- 字幕錄音樂 好 全國投資者大家好 三重頭 顧為名譽 歡迎收看今天總邱呼籲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台北大盤表現 今天台北大盤形成一個叫亮縮的一個小幅度壓回 那今天收盤是壓回的兩點 那畢竟我想以再這個波段 歷清從上上個禮拜禮拜五展開 這麼一段記憶性反彈 談上來 談上來我想 經過連續第八天的一個上攻 這一段已經累積了 高達478點的一個漲幅 那當然漲多 短線上漲多的 會做個修正拉回 這個都是屬於比較 很正常的狀況 那尤其我們配合我們這一套 就是說我們這個智慧型 這個操盤軟體的協助 那等於是說 在前天 前天也產生了一個 這個針對大盤的一個部分的一個 短多的一個賣出訊號 在這個10 10892 那等於說 短線上你可以來實現 先做到一趟短賣 那短賣我想已經連續性的一個壓回 到今天還是一樣持續性來做個創低 那尤其以往今天這個盤面當中 各位你要去做到他們密切留意的就是說 我們在以往也有跟各位強調過 這一波這個台股大盤 從這一波 從這邊5月4號當時預告各位 前低破也不破都是買點 那當然的話 也展開這段的一個強攻 那等於說 原先 原先的一個股票箱是落在10500點 到這個10800點的一個range 再做一個 大概一個月時間的一個整理 那等於說 從上個禮拜禮拜五 他用一個跳空的一個方式 直接跳空 把包括像季線半斷線 去做到直接的一個突破 用跳空把它直接跳過去 那跳過去 原先包括像季線 包括像半斷線都是屬於壓力 那問題壓力 他碰到壓力 直接用一個更強的一個方式 用跳空的方式直接 直接把他去做到越過 那越過的後續 原來的壓力 就會形成耳後的一個支撐 那所以我想這個 降高之後的一個回撤 那這樣回撤回來的話 當然的話 今天這個最低點 今天最低點已經來到多少 已經來到10819點 10819 我想距離 原先的一個壓力變支撐的 這個10800點 已經相相逼近 那相相逼近 我想就一個大盤的一個角度 我們先給各位 下一個定論就是說 下個禮拜 針對盤勢的一個重點 風雲再起 風雲再起 即將又會形成一段的一個 往上的一個攻堅 那當然的話 還是希望各位 密切還留意一些 主流的一些 輪動的一些主流個股的一個 壓回的一個 把握住這個拉回的一個買進點 那針對大盤的一個部分 尤其為什麼我們持有這樣子的看法 我想最主要就是說 包括像今天 今天這條季線 這條季線 今天這個季線是上彎的 那上彎的這個季線 它的點數是在10817點 10817 結果今天最低點來到10819 我想回測這個上彎的這個季線 也一樣形成比較利縮 今天最低點 差這個季線差兩點 那以現階段我想這個中期長期 這個均線 短線上我們先不考量就是說 以短期跟中期的這四條均線 月線季線 半年線跟年線 我想包括從年線以來 年線 半年線季線全面線都是形成 以下上彎的 那形成上彎 我想唯一獨獨一條 就是這個月線 月線目前 還在走一個下彎 那這個下彎尤其就是說 以它昨天 昨天扣底的一個點數 是扣到這一天 扣到這一天 10879點 比如說前波這個 這個4月19號當時的一個高點 那從4月19號到4月20號 這天這樣跳下來 一天就拉回一個193點 這天射一百九三點 那等於是說 從今天開始扣底 月線扣底要扣這一天 那扣這一天 當然的話 一下子扣低了193點 當然的話 這個月線扣底開始扣低 尤其是一路一直扣低 一路扣扣 這上上就一禮拜 連續5天都是一路扣低 那一路扣低的話 就會引動這條月線 現在是下彎 現在是下彎 那從下個禮拜一開始 就會形成一個叫做 走坪的一個斑陽 那等到它走坪斑陽 我想包括 月線季線半年線年線 這些中期長期的這個均線 全面性 形成一個斑陽 我想我們在以往 這個記錄消息節目當中 我們特別跟各位做強調 均線它的一個功能 除了壓力支撐 它還有一個叫助長 助跌的一個效果 趨勢只要維持往上的話 都還會一個往上推升的一股力量 一股力道 會再把它推上去 那現期的我想是要月線 這條綠色這一條 月線還沒有上彎 那包括季線 半年線 全部都是上彎的 我想這個後續就會形成一個 中期長期均線 全面性的一個助長的一股力道 那這個是之所以我們還是跟各位做強調 壓回到這個10800點子 附近的話我想都會是各位 一個很不錯很不錯的一個 修正拉回 來做到找買點的一個 絕佳的一個機會點 那是針對大盤的部分 我們先花一點點時間跟各位做分享 那再講回就是說 到底 下個禮拜這個大盤也即將 風雲再起 那等於是說 你要把握住這個回測的一個買進點以外 那尤其我們針對在上個禮拜 我們在這個5月9號當時上個禮拜 禮拜三盤中 我們分享給各位 就說這一波 不管是慶祝這520行情 還是說這一波這個技術性反彈 你可以來鎖定哪一些主流標的 來做到聚焦的一個操作 那尤其我們邦哥去鎖定 包括像被動眼鏡 包括像細心眼 包括像瓶蓋的一些個股 那當然的話 這一些標的在這一段的一個 累積的一個掌聲弧度 也都非常非常大 那當然的話 我們也都陸陸續續 去實現這個獲利的一個動作 尤其在最近從禮拜二 禮拜二以來 連續的性的一個創高之後的一個壓回 那這個壓回我想 原先的一些主流個股 我想包括像被動眼鏡 包括像細心眼 到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尤其說 即將又會形成一個叫風雲再起 風雲再起 那為什麼我們只有這樣子的看法 就是說 包括像這些被動眼鏡 包括像細心眼這些個股 高檔 並沒有去形成一個叫爆大量 高檔並沒有去形成爆大量 我想這是一個很不錯很不錯的 籌碼面的狀況 那通常各位你看到一個相對 高檔爆量 這個才會是 一個真正頭部的一個形態 那等於說 這些我們等一下用線圖來跟各位做說明 比如說像被動眼鏡包像國劇 就是說他供高到1000塊的後續 這連續四天的壓回 今天又收漲 壓回等於是相對來講 並沒有去形成爆量 沒有形成爆量的一個前提之下 這是代表主力大戶 他雖然有做個少部分的一個出貨 那問題 絕大多數的籌碼 都依然還在這些主力大戶的一個手中 變成說我想 這些相對一些個股 趁他形成修正拉回 量極縮 量縮 我想又會是各位 即將等待他風吟再起 趁他強勢個股回撤 找買點的一個絕佳的一個timing 這是針對 被動眼鏡跟相關細心 一些個股的一個實際上狀況 那麼再講回就是說 透過蔚老師我們就說 透過從封關之前 我們一路就說 針對蔚老師我們整整超過25年 25年這個實戰代盤的一個經驗 我們不管是說包括像 選股的一個邏輯 或者是說這個買賣點的一個決定 那我們寫進去這套智慧型的這個操盤軟體 那當然我們在每天的一個節目當中 特別的話跟各位做強調的 說透過這個好的一個工具的應用 不僅僅可以協助各位找標股 你不求人 尤其是說 買賣點的一個訊號 不管哪一檔標的都一樣 每一檔高票 你知道想知道他的買賣點在哪邊 我想你一鍵搞定 按進去就是清清楚楚 買賣訊號明確 尤其是說 買點產生你做買進 賣點產生你做賣出 我想 買點跟賣點的一個價位都是清清楚楚 絕對沒有含糊的 所以說 講對我們這個好的一套工具 可以來協助各位不進行 選股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就是說 買進的這一標的 到底買點在哪邊 賣點又在哪邊 我想一樣都可以透過這個工具 來協助各位 獲利就會變得很輕鬆 那尤其除了像包括像 這個選股跟這個買賣點決定以外 相對說 大盤盤勢的一個變化的漲 我想一樣 透過這個軟體都可以 寫出各位去輕鬆辦到 包括從上個坡段 4月19號當時 產生這個坡段的賣出訊號 這邊協助賣點 10965.0後續 快速的贏回 這5天撒到500點 那後續我想一路到了4月19號 才產生這叫波段的買進訊號 那個買進訊號我想在這一段 攻擊的一個過程當中 累積下來也有來到369點一個漲 那後續我想到現階段 大盤的這個 波段的賣出訊號還沒有產生 那代表就是說 拉回依然請各位 密切留意這個拉回的買點 那針對短線的部分包括 就是說短線它從短多 從這個10539 短多的買進訊號產生一個後續 一路攻高到這個10978 這一段的一個高點的一個timing 壓回它在前天的產生這個 短多的一個賣出訊號 當然這是短線上的一個 你就是為了要確保你的獲利 短線拉回 那拉回你可以來做一趟短賣 短賣壓回守成之後 你再做一個要重新回去就OK 那針對它的一個 短線的一個賣出訊號 在前天這個10892點10892產生 所以說連續這幾線都還是做一個壓回 昨天盤拉回六十幾點 今天又下兩點 今天最低點的來到這個10819 也守住這個季線的一個位置點 那是針對 你如果透過這個軟體 來協助各位 掌握這個盤勢的變化 不管是說每個大轉折小轉折 都能夠輕鬆協助各位來做到它 完完全全的一個掌握 那是針對盤勢 那另外針對個股的部分 尤其說我們在昨天 昨天我們特別針對 到底這套工具 在昨天經過這樣精挑細選的一個後續 挑出來這個短多的個股 我想這個都頂多一天一檔兩檔而已 檔數都不多 那你檔的話 你可以來根據你不同 每一個人的操作習性 你是針對它產生出來這個個股 你來做個鎖定一個操作就OK 那包括像這個 像這個電競主席版的237的這個 2376的這個像技嘉的部分 我想以這檔個股 短多的買進訊號在這個79.3產生 短多買點就產生 這一段一段供給之後有做修正拉回 一賣完之後買點就做弧線 短多買點再做一個產生 79.3 那昨天收盤收到這個80.6 昨天技嘉也大漲6%多 漲了個6.6% 那延續到今天的技嘉 我想還是做一個隨興上工 今天最高點一定一度都已經來到快 87.5 等於是說它今天收盤 所以在85.2 今天收盤也是繼續去 快捷徑6%5.7% 短短兩天 累積下來就已經12-13%的一個價差 這是一樣達成我們這叫 周周獲利賺10%的一個目標 那除了就是說 這是昨天產生的這個快打管多標的 那至於今天今天產生的這個個股 總共這兩檔 包括第一檔叫做243434的統帽 第二檔是這個已經修正一段期間的 這個汽車相關領主建的2231的維生 那真的這兩檔標的不管是 像統帽的部分今天收盤是拉升到漲停板 強攻 強鎖漲停 我想以統帽這檔標的 短多買點 無限你做買進 今天是亮燈鎖漲停 不管短線買點 甚至包括像這個 他的一個波段的買進訊號 一樣是產生 就是說在前天的產生這個 波段的一個買進訊號 這個都是屬於叫 底部起漲的一檔形態一樣個股 今天2434的統帽 今天是亮燈鎖漲停 那另外包括像這個維生的部分 今天一樣 短多買進訊號產生 那你去執行 有訊號產生 你是執行買的一個動作 買進去之後 他他買點是在362塊錢 今天說反之外這個366塊錢 小漲個4塊錢 我想這個 都是屬於一個叫 剛剛好起漲形態的這種個股 當然以前我們也跟各位分享過 起漲這種底部剛剛好翻兩這種個股 我想操作面來講 相對會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畢竟 大起來就有一些解套賣押或是無限 那變成說 為什麼我們不斷還是要跟各位強調 我們喜歡帶各位去做一些 強勢多頭個股 創高了這一標 我想創高了這一個股 完全沒有解套賣押 只有一個叫獲利賣押 所以說 這個形態就是說 也根據各位你的風險的一個 一個承擔程度 跟這個相關的一個 他的位階的一些問題 來做個考量 來做個操作就OK 那針對今天的短路個股 甚至說包括在前天 我想針對我們這一相關個股的分享 我們都是在每一天的這個盤中 不定時都可以 做到直接分享 那包括就是說 你在這個期間點 大半的修正 那我們在前天分享給各位的這個 透過軟體挑出來的這些 短線上已經走空的一些個股 包括就那一天前天挑出來 總共是三檔 台積電 宏傑科跟上銀 這個都是很香香熱門的一些個股 包括像台積電 賣點在這個231塊錢 那我想當天是收在230塊半 到昨天拉回4塊錢 這樣又刺4塊 延續到今天 今天台積電今天太半 今天最低點 今天要收跌個3塊錢 就是說 3天差了多少 差了7.5元7塊 因為畢竟 台積電是一檔重型 重量全執行龍頭個股 那疊個7塊半 我想這個就是說 它也拉升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拉升 拉回的一個弧度 那包括像這個宏傑科 我想宏傑科從賣點在68塊6 68塊8 那到昨天我想昨天 已經是繼續升 這個股價已經差了 到昨天已經差了5塊2 延續到今天 今天也繼續升 今天已經來到這個5塊9 那拉回 3天我 拉回已經拉回8.6%之多 那當然你有訊號產生 那也是一樣 不但跟各位做強調 趨吉避凶 我們在股市操作有工有手 你要好的多頭標的 你去做買進 你才能夠獲利得分 那問題是說 不好的個股 你以後你手中 有一些已經轉空了標定 你一定要留意它的賣點 賣點賣掉之後 我想你都可以成功去避開 快速壓回的這段拉回 那上演一樣 賣點在478塊錢 到昨天 剛剛已經差了 已經來到457塊半 那等於說 到了今天 今天做個創低到447塊錢 差多少 差30幾塊 一張等於是一張 因為今天上演 創低之後再做個拉伸 那等於是說 你也成功去避開 一張差3.1萬的一個價差 所以這個叫你透過好的工具 不僅僅多頭個股 不管短線不管波段 空頭個股不管短空 還是說波段起跌的標定 全面性都是一鍵搞定 就能夠幫助各位來輕鬆 去做到一趟 這個選股跟操作面的一個 買賣點的一個掌握 另外我想我們在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禮拜三分享給各位這些相關 被動元件這些個股 我們在節目一開始 預告各位 下個禮拜即將風雲再起 尤其是說 買進需量清清楚楚 我想這個像國具700塊錢 第三趟 之前一趟兩趟三趟 第三趟的買進需量在700塊錢 那我們在上個禮拜三 在盤中我們直接分享給各位 當然從700塊到 到禮拜二漲到1000塊錢 四天去多少 去到兩百三個股 三層的漲幅 那我想以國具在前天產生這個短 短線的賣出訊號 短賣給再930 做個壓迴 昨天是跌停 今天有拉上來 另外包括像這個和聲堂的部分 這四天 從他買點 166塊半 我想延續性的一個上工 短短四天 也價差也快接近市場 37.5% 這幾天壓回來 在前天產生的短線賣出訊號 你都可以去留意短賣 短賣一趟 後續壓回 再做一個回接就OK 這個包含滑行客也一樣 短線四個交易日也累積27%的一個價差 這幾天壓回來 到下個禮拜 各位就要密切去留意 不管是說被動元件還是說相關的這些 矽精鹽的這些個股 他的一個拉回的一個 這個即將迎接下一段公式展開的 這個起漲的一個買點 所以說 透過我們這道好的一個工具的應用 我想買賣訊號清清楚楚 尤其是說 我們透過你不同偏好的投資朋友們 你喜歡操作台積電 買點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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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我想這個 我最近這半年 台積電買賣點點 不過才出現四趟 那這四趟 你只做一支高票就好了 累積四趟的話價差是54塊半 等於是說買一張 你一張就好了 5萬 在最近54,500塊 你就是鎖定 買點產生你就做買 賣點產生你就做賣 你就根據訊號來執行動作輕鬆 這半年54,500塊 累積54塊半的價差 那合生堂我想國際的部分更恐怖 最近這兩個半列 兩五半月出現 三趟的一個買進訊號 那這三趟買進訊號你都執行 買點產生你做買 賣點你做賣 買點產生買 賣點賣 700塊又產生買點 到現在就短賣點產生 波段賣點還沒有產生 等於說 累積下來一張 兩個半月價差 614塊錢 買一張六的攤61.4萬 我想這個 全面性透過這個軟體 買賣訊號清清楚楚 那各位一鍵搞定 精確選股不打緊 我想買賣訊號清清楚楚 那各位你就根據訊號 執行動作就OK 講這個我們這套兩套 我想我們在今天有特別提供給各位 一個短天期 這個128的一個體驗這個活動 那針對這個軟體就是說 我們帶各位 一鍵搞定精確選股 那買在我們這個叫 奇掌的幣跟K棒 那我們找標股不求人 目的無他 就是要帶各位快打部隊 達正這叫做做獲利算10%的獲利目標 那想要加入 我們這個短天期 128的一個體驗活動 這不短期 體驗活動的投資朋友 你都可以直接來電 或者到我們這個Light at 來直接做個登記 只要128 你就可以來直接體驗 我們這套智慧型的超文軟體 好 祝各位假期 許有假愉快 我們下週見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